去偷个电视机 电视机应该比较值钱 先去当铺把你的战利给卖了 去当铺 卖我刚偷的锅子 我偷了个茶壶 旧吐司机三块钱 煎锅八块钱 卧槽 真有钱了 去偷电视机了 电视机之前的 家 春景街 有钱了 游戏小偷模拟器 小偷 当小偷 去那个春景街109号偷台旧电视 放到汽车的这个后备箱 电视机之前 我们只在晚上行动 天亮我们都不出门 晚上上班 白天睡觉 夜生活工作者 把车停车吧 就停车好了 把门给它撬开 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人 上锁了 这边也上锁了 这家里应该没有人啊 家里没人 我就直接 把玻璃给它打碎 电视 在家里多偷点东西吧 前门要 前门要 旧土司机 锅子也就全偷走 偷走也值钱 偷点煎锅吧 煎锅 一个煎锅几块钱呢 浴室好像没什么东西啊 把电视机给它搬走 电视机给它搬走就行了 没什么值钱东西 这电视机八十块钱 可以卖八十块钱 一天的生活费就有了 把这个偷的电视机放到这个车 后备箱 好 好了 拿去卖钱 哎 就电视机我偷到了 偷到了我怎么还提示这个任务啊 不偷完了吗 偷完了吗 偷鞋 欸 偷完了吗 为什么没偷啊 哦这上面有钱 有三十块钱 卧槽 卧槽没看到 知道我还把这个冰箱搬走吗 哦这你们还有钱 哇这么有钱家里这么富哦 还知道呢 来走吧 马桶要弄吗 马桶偷不走啊 偷不走 溜了溜了 溜了 偷完之后去哪里啊 没有任务指示 偷完之后开车走是吧 去当铺 卖旧电视 哦现在还有技能点 然后电视现在去黑弯 就电视卖掉 把这个垃圾扔出去 卧槽他不要 卧槽他还不要 杀你全家哦 好不容易偷的 他不要这过分了 他回家吗 电视再回家吧 我自己用吗 电视放哪里呢 要把电视放了 把这都家里地上吧 没什么暖用 看电脑 可以买这个 现在多少钱了 现在一百 一百多块钱 买个撬锁工具可以 需要二级撬锁 一级撬锁 就电视可以卖六十块 卧槽这都可以啊 在网上卖 雇个打手 费客家雇个打手 打碎盘子 开车去一百一十号 用撬棍打碎盘子 哦我有一百八十一块了 一百八十一块 继续偷 继续赚钱 卧槽这太牛逼了 这小偷 有的 好